恭喜雷军先生被大厦官方评选为新能源汽车之父 他掌握诸多新能源汽车技术 致力于大厦汽车工业发展 使大厦成为世界上新能源汽车工业最强的国家 啊 尤其我已经成为新能源汽车之父了 保住大厦实现了新能源汽车工业决心 可惜啊 你看不到 为什么 你端竟为什么决定自杀 2012年7月1日 这正是我爸自杀的日子 这是新铁资本投资现场 大哥 这份是投资合同 只要你一签字 我们就有50亿的投资 太好了 新铁资本准备从三菱和米克做出选择 对一家初期进行投资 现在给的投资合同 那肯定是内定我们了呀 这不等投资会开始就行 不会有问题吧 哎呀 大哥 你还不相信你亲弟弟啊 我这可是从赵要天手中找到的合同 那内定的事给弟弟悄悄地进行啊 投资会就是个过场 这你还不知道啊 不对 这投资合同就分析 这合同不能欠 哎 小俊 你找了什么乱 这有你什么事 这一边 二叔 你怀着什么心思 你自己不知道啊 我有什么心思 我这辈子都奉献给米克了 我做的任何事情都都为了公司好 哎呀 大婆啊 我爸对公司的忠心日月可见 反倒是雷俊整天吃喝完了 公司的事它视而不见 现在还阻止你签这五十亿的合同 真是知心投资 你跟我说实话 你到底收了谁的好处 你为什么要阻止这个投资呢 你好歹也是雷家的长子 你怎么能做出这么大逆不到的荒售事 我大逆不到 阻止投资 我是米克的继承人 怎么会加害米克 爸 相信我 这合同绝对不能签 够了 要不能签 你给我一个理由 这本身就是一个骗局 新业资本的投资 怎么会轻易内定的 我觉得应该查一查 查什么 查我为米克逼功尽瘁 查新业资本的投资 有问题 你能不能成熟一点 不要再捣乱了 就是大夫 快签吧 这投资会马上开始了 再也不签 可是没机会了 不是 爸 相信我 这不能签 爸 可对我很重要 我永远就杀害他 把你收人家的钱 退回去 是被二叔冤枉的 我是您亲儿子 怎么会加害您呢 你个卖家玩意儿 他还就知道 纸醉精笔 不正义 要不是亲儿子 我早就把你赶出米克了 马哥 恭喜你啊 米克有救了 多给你了 弟弟 恭喜米克 即将破产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还没明白 你签了份假合同 等米克资金链断裂 你就等着破产吧 为什么 你亲哥哥 你为什么这样对吗 亲哥 你什么时候重视过我 这么多年 我为米克鞠躬尽瘁 到后来还不如你这个狗儿子 我在你眼里 连个狗都不如 神不畏辞 天珠地灭 我爸只是做了正确的选择办了 新能源车崛起 大势所趋 三菱能得到外国车企的技术支持 早晚会抢占市场 而你呢 只会固步自封 还坚持国产化 简直是自虚死路 你 三菱老板 临东到 呦 雷总 这投资会还没开始呢 就现内空了 需不需要 我帮忙忙 我在清理门户 关你什么事 这么优秀的人才 你不要 我就收下了 从今天开始 三菱这团总经理的位子 就是你的了 谢谢林尚 林尚 我今晚就好好奖赏奖赏 保证让你 律仙律 谢谢林尚 神家一定会 伺候皇室 好啊 原来你们都传统好的 一群网恩负义的东西 你们就不把钱账来拼吗 大哥 使食物者为俊杰 是你自己咎由自取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明明是你 背叛 却还颠倒黑白 把自己放在道德高间 真是虚伪 儿子 对不起 是我没有听你的话 我给你个机会 只要你现在跪下来求我 我就考虑把这份 价合同还给你 怎么样 不要 爸 你想起我 我有办法 帮米克渡过难关 雷震整天吃喝玩乐 恭喜米克 即将破产 你把我逐出米克 是不是还想我像以前一样跪下来求你啊 怎么多年 你把我当成一条狗 不来换去 今天我也让你变成一条狗 给我学狗叫 大声声 雷震整天 金哥 是我金哥这才有意思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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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哈哈哈哈哈哈 爸 爸 爸 这下你满意了吧 可以把花头给我了 嘴 你不仅蠢 而且还很天真啊 你没看出来啊 我是在耍你啊 你示弱珍宝的米克 我要让他变成一座狗 雷震整天 你少推了 米克不会破产的 我会拯救米克 将来米克会成为全世界最强彻企 大言不惭 最强彻企 你跟你爹一样都疯了 我是不是听到什么笑话了 你是小丑吗 当我三年不存在 什么屁都敢乱放 不儿子 不要安慰我了 我们还有机会 投资会开始了 只要新业投资我们 我们一定能够逆转局势 让我投资你 做梦 我已经决定了 投资三菱 赵总 我们之前约好的 会给米克和三菱 公平竞争的机会 你跟我说公平 公平能挣钱吗 米克现在的情况 你心里没有数吗 坚持国产化 自演技术 有出路吗 再看看现在的市场 有人买国产车吗 开出去都丢人 赵总说的没错 那国产车就是垃圾啊 米克完了 我一生的星线都完了 还没有 爸 我听不出这件事 林东 你可敢与我赌一场 你想怎么赌 一个月后 江城车展 如果我能造出超越三菱生产的新能源车 那你们就退出星业资产的投资竞选 赵总 如果林东输了 那我也证明了米克的实力呢 林医生 不用跟他赌 咱们已经拿到投资了 没这个必要 这赌约我硬下 如果你输了 怎么办 那我就把米克车企送给你 我不光要米克车企 我还要你跪下 从我裤套里钻过去 像你爹一样 给我铁金 没问题 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想在我面前装逼 你挑错队似 我来加一些赌注 赢加 我再追加双倍的投资 那我只能提前感谢赵总了 大哥 你这个好儿子跟你一样狂妄自大 还听林少大主 简直是招死 儿子 你别糊涂了 三菱活得 过外技术支持 肯定能造出极为先进的新能源车 好比您破产 有没有技术优势 怎么跟三菱比呀 啊 相信我 江城车展 我会让米克 大棒一赛的 苏总 新叶资本投资会结束了 如您所料 米克被新叶给抛弃了 新叶资本投资三菱车起来 没有 雷建国的儿子雷俊 与林东定下赌约 要在江城车展上一决胜负 没想到啊 我这个不学无数的纹固二代同学 竟然有如此的波子 苏总 还要继续跟进吗 继续跟进 我倒要看看 雷俊可以造出什么样的车来 如果他可以给我一个惊喜的话 我可以考虑一下投资米克 跟新叶资本 PK一下 新叶资本的体量 远不如我们高耀资本 何必与他们抢投资呢 你错了 新能源汽车是未来的大势所居 我断言 未来的市场 一定是新能源汽车的市场 要提早回去 方可战得先起 儿子 你可以吗 真的不需要帮忙 放心吧 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 好 加油 那是 作者公益极其复杂 幸好米克车 кат 有造车车间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而最关键的 电机 电池 电汽 三大技术 全都是 fais 一路做一路 要想拯救米克 仅凭这辆车还是不行的 必须要想办法拿到竹子 完工 将未来十几年后的新农员车 放在这个时代 足以吊达一些江城车展 我来了 雷俊 好久不见啊 你还真敢来江城车展 不怕丢人啊 苏啊 这么多年不见 嘴还这么多 你跟林东的赌约 已经传遍整个江城 政治大厦 你知不知道 多少人想看你笑话 那恐怕 要让很多人失望 因为这场赌约 我并不 我当时谁在这装逼呢 原来是你这个废人 小英林少 做梦 你就等着 蔡林少的裤裆吧 雷俊是吧 没有林阵脱桃 我很佩服你的勇气 不过江城车展 你没有资格 为什么 但凡能来参加江城车展 哪个不是大厦知名车企 你米壳车企一个 濒临破产的小车企 根本不配参加 就是 雷俊 你也不撒胖 要照着自己 等米壳破产 你就是条 丧家知识 不过嘛 你要是让你身边这个美女 陪我一晚上 没陪我就会大发慈悲 赏你一个展台 林少 玩玩玩嘛 我怕你一个人 承受不住我的威猛 雷俊 你放心 我会给你安排一个展台 别让我说 有病 有病 美女 美女 等等我 晚上月一下 多少钱 你说 儿子 行不行 车展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的车呢 别急 让子敦再飞一会儿 江城车展即将开始 本次车展有哪些经验的新车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为了让观众详细的了解 主办方特意邀请到了 大厦知名品车人 韩璐 陈镇 阿哥 主办方还特意邀请到了 米国技术专家 史密斯 来做进行支持 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 三连车企 介绍旗下新车 我三连集团 今天参加展览的是 全新制造的新能源车 新能源车 这你受得了吗 大厦的车企 还能制造出新能源车 华中取丑吧 大厦的新能源才刚刚起步 制造出来的都是垃圾 主位 稍安故造 谁说我三连集团 制造的是国产化电池 国三连集团已经介入了 米国最先进的新能源技术 质量 并不比米国差 厉害啊 这属于合资车呢 值得期待 你就别卖关子了 快 展示一下车吧 您的这辆车 有可能成为大厦新能源车发展的 理程卑视的产品 有请大家一起见证 这个李史经的时刻 这外观很超前啊 好看 好看 这辆车的外观 绝对是大厦新能源车的工业地方 哈哈哈哈 我已经突然想知道这辆车的性能和配置了 好漂亮的车啊 三连真的将大厦的汽车工业水平 提高了一个档次啊 来了 你可拿什么抗衡 垃圾产品 别好意思拿出来 丢人现实啊 胡说八道什么呢 这车也算垃圾的话 大厦还有值得展示的车 在我眼里 这车就是垃圾 雷剑 当狗都当老师 就在这里扯废 哎呀 大哥 你好好管管你儿子 别把放出来丢人现眼 儿子 我们走吧 赌约输了 我们认 想走 没人 赌约还没开始 我就是要大伙都看看 你雷俊 是什么垃圾货色 谁说我要走了 我制造的新能源车 足以碾压你这种 不见棺材 不落泪 死到临头 还真有逼啊 不是 赶紧让雷俊 来介绍他的新车 然后再一起比较 配置和性能 这样才能更好地 体现我们之间的差距 诸位 我米克展出的新车 也是纯电动车 它使用了全国产自然技术 是一辆国产化的新能源车 你是来给大虾丢人的吧 国产化全自然技术的电车 你也敢拿出来炫耀 没有国外技术的负能 国产新能源技车 就是个相产 大虾市场不接受国产汽车 消费者更加侵害于合资汽车 所以我看制造的车 也没有看必要了吧 你们这些跪舔外国人的 产美之位 有你们在 还真是我大虾汽车工业的悲哀 我们跪舔外国人 我们这是吃一场进一之一 你想跪舔 你都没有机会 你想要外国技术 人家还不给你呢 我告诉你 你们所推崇的 外国人新能源技术 在我眼里 连垃圾都 撒蛋 你敢瞧不起我们的技术 你这个大虾人 该死 您息怒 他就是井底之蛙 他什么都不懂 您别给他一般见识 雷俊是没见过 米国车企的先进技术 所以才口出狂言 雷俊 你太人惊 还不赶紧向史密斯道歉 你找死标签 别连连我们 为了跪舔外国人 你们连腰都支不起来了吗 真是我大虾的吃肉 混蛋 你们大虾应该劝破我们 对我们逼告逼近 因为我们的技术提供 大虾才能造出来 新能源车 不然十年也造不出来 您说的对 就是因为由您的技术支持 我们才能造出这么好的车呀 你是我们大虾的恩人啊 雷建军 铁也有个限度 米国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技术 但也不用这般卑躬屈膝吧 你们父亲 你们大虾的汽车工业都是垃圾 你们是落后的国家 连鬼调我的资格都没有 你们在我的眼中 就是落后 严反正 造死 这里可是大虾 你不要太小动 哎呀陈寨 你就少说两句吧 你得罪了史密斯先生 人把技术一撤 那咱大虾的车伎还怎么做呀 你跑啊 谁叫我们大虾汽车工业落后呢 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 没有他们 我们造不出来新能源汽车 可恶 难道我们大虾就要永远 被这些外国人牵着鼻子走吗 谁说我大虾做不出新能源车 现在 我就让你们看看 什么是真正的新能源电车 你们大虾都是成河 对对对 按理说的对 睁大你们的狗眼 好好看看 看看 好帅气的外观 整车线路流畅 确实有力量感 等于你来个人 饱满优费的设计 让车身更加低趴 运动感十足 天啊 这外观的设计 简直就是工业美学 设计的天分了 这超前的外观设计 给人强烈的科技感 和未来感 到底是什么样的设计师 才能设计出 如此漂亮外观的汽车 好漂亮啊 连我这种对车毫无兴趣的人 看外观就已经心动了 对 这车的外观设计 简直比三里的强太多了 雷俊 这车的外观是谁设计的 自然是我 不可能 你一个玩户 怎么可能设计 是如此好看的外观 别吹牛了 我从小和你一起长大 我怎么不知道 你有工业设计的能力 之前不会 不代表现在也 雷俊 你说这车是你设计的 那你可可阐述一下 这个车的设计理念 这辆车的设计理念 源于大自然 水滴型的车灯 以及星冠型的尾灯 都能展现这一特点 其中融合了工业之美 设计风格 是以简约实售 北地武器的大侠人 把超习说的 这么观面弹簧 你们大侠人 都是古老寡闻吗 这个这么明显 还看不出来是 保持铁的外观 好啊 雷俊 你个超习狗 真不要脸 我就说嘛 我看这车 怎么越看越眼熟 原来是超习的保持铁 你们看啊 尤其是这个特别 不能说是很相似吧 简直是一模一样啊 超习啊 我说你这个废物也太明目张胆了啊 超习别人你还拿出来展览 你真当我们都是瞎的吗 只配有史密斯先生 不然还真让你瞒过去了 还得是专家呀 人家一眼就发现了 这么明显 只有你们车祸看不出来 对 你说的对 儿子 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吗 这车的外观设计 真是抄袭的 爸 我没有 你说抄袭就抄袭啊 保持捷 有我这辆车好看吗 它有水滴形的大灯吗 有贯穿式的星环尾灯吗 要说相似 那所有的车辆 为了减低风阻系数 都会设计这样的腰身 以及流泻型吧 雷俊说的有道理 外观相似 不能说抄袭 更何况这辆车的外观 还有很多独特的设计 我倒不这么认为 即便这辆车不是抄袭 那也是模仿啊 大夏汽车 工业国产化的道路 为什么就不能有原创 我们就要抄袭 裴俊 你这就是一本正经的胡扯 怎么胡扯了 我的车拥有设计上 最低的风阻系数 保持捷有吗 可笑 保持捷的风阻系数 有0.29 你的车比保持捷还低 不好意思 我这辆车 还真比保持捷的低 这辆车的风阻系数 是0.195 0.195 这可真不是眼睛 这个车 0.195 不可能到0.195 我的车 风阻系数 才0.24 你的车 怎么可能0.95 0.195的风阻系数 整整比保持捷911 还低了0.1 怎么可能 保持捷911的风阻系数 这行业的标杆 正辆车的风阻系数 怎么会比保持捷的风阻系数 还要低 这么低的风阻系数 那确实创造了一个新的记录 这么可能 你一定在吹牛 大厦的车行业 都没有一家风阻系数 低于0.2的车 你还想告诉我 你的车 比这个低吗 到底谁才是井底之蛙呀 大厦已经崛起 只是你不知道 你看那米克车系的新车 太帅了 这款汽车的造型 比我那个保持捷口帅多了 这要是米克车系的新车 它的车型和配置都不错 我可以把油车卖呀 买一套新浪源汽车 美国政官 哥们 先别冲动啊 国产车中看不中影啊 就算它的造型再漂亮 它也是样子货呀 没有核心技术 根本比不上进口车 而且它的价格还不便宜啊 哎 老公 这个风阻系数是什么意思呀 把风阻系数 降到0.195很难吗 是说啊 物体在移动时 受到空气阻力的比率 在汽车领域啊 车速达到120公里每小时 70%的动能都消耗在了客服空气阻力这件事情上 因此啊 风阻系数越低 就意味着更低的能耗 更长的续航啊 那这米克车系也太厉害了吧 是啊 新能源汽车国产化 能取得这样的技术突破 那是非常难得的 你看 米克制造的这辆新能源汽车 紧外观 就非常惊艳了 我呸 雷俊 你不要嚣张 风阻系数低又怎么样 没有性能和配置 那也是白搭 林寿说的对 对于电车来讲 那电机电池电控才是重要的 你什么外观呀 风阻系数 那有什么用啊 接下来工夫系能和配置 会洗得很难看 我当然要看看 你这辆全国产化 紫眼的汽车 配置什么垃圾 能不能比得重 三连车十分级 可惜啊 漂亮的外观之下 确实不堪的内力 有那么一个瞬间 我以为国产车已经崛起 但到了比性能和配置环节 我却失去了自信 保持你的自信 比性能和配置 我甩他十条街 这么自信啊 雷伯夫 米克最近研发出新的技术了吗 没有啊 公司资金有限 很多研究项目已经暂停了 那雷俊哪来的信心啊 有请林东先生 公布新车电池配置 我赛名新车电池规格有两种 分别是六十千瓦时 和八十五千瓦时 续航里程分别为三百七十公里 四百八十公里 四百八十公里的续航 这已经接近油车的续航水平了 这续航里程 简直就是新能源革命性的更新啊 不可思议啊 从来没有一样电动汽车 能有这么长的续航里程 不仅如此 我们还研发了高压充电技术 能在八十分钟内 充满八十五千瓦时的电池 续航里程不低于四百公里 厉害 搭配高压充电中 这极大的缩短的充电时间 即便是三百七十公里 应付日常生活 那也是做做有余 若是更高的续航里程 即便是跑长度 也不用担心了 说得没错 不同的续航里程 有着不同的定位 也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 当然价格上 也会有一些差异 可以想象 这辆车一经上市 一定会掀起一场 购买热潮 国产兴能源里程碑制作 当地无愧呀 费物 你是不是被我车的 续航里程和电池容量 给吓到了 是不是惊讶的 都说不出来话了 那肯定临上 就他这破车 马术啊 估计他们超过两百公里 我这辆车的续航是 我米克的新车 电池规格有两种 续航里程 为七百公里 八百三十公里 电池容量 为七十三千万 一百零一千万 多大 八百三十公里的续航 你在开什么玩笑 在这荒谬 八百三十公里的续航里程 倒比优势还要跑 你这个可能吗 他续航队不可能 他就在胡扯 这个世界上 根本就不可能 有八百三十公里的 军队车 雨晨的大侠人 全又都不会 你的车电池流量 有七十千瓦时 咱们续航到 七百公里 您分析的没错呀 这根本就不合理 雷俊 我说你这个数学 是齐老师教的吧 连基础的电池容量 和续航里程都算不明白 你在这喘什么大呢 你是在当小丑 给我们表演节目吗 想不着 比较准备得充分一点 每次都让史密斯拆穿你 我都替你害死了 雷伯伯 其实三千瓦时的电池 真的保护出 七百公里的续航吗 理论上还可以 但受制衣技术 目前还不起 因为实际上 还没有这样的技术 那如果雷俊说的是真的 是不是就代表 这是世界上 新能源汽车领域 最先进的技术了 是啊 但这怎么可能啊 人家这样一项技术 需要涂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要它雷俊再强 它也不可能成功啊 雷俊 谎言被拆穿 你该怎么办啊 你 你 还有你 真是蠢蛋 别说八百三十公里 给我时间 我可以研发出 续航超过一千公里的电池 你还真敢大放厥词啊 当着米国技术专家的面 口无这来 你这 续航超一千公里的电池 你还真敢 你真当我们不懂计 你这是对我们车评人的侮辱 被我拆穿 脑袖承诺了 一千公里的电池 给你十年 甚至二十年 你都走不出来 雷俊 乖乖认输吧 我已经听够了你的无能全废 你别说一千公里了 那就是八百三十公里的续航 那也是假的吧 我的测试都是经过相关备案的 你觉得是假的 这是相关测试资料 好好看清晨 是真的 我儿子没有骗人 他做到了 他正在世界的八百三十公里的续航 领先世界的国产化自然技术 雷俊 你真的给了我一个大的惊喜 难以置信 咱们国产化的电动车 却能跑到八百三十公里的续航 这自然技术 我只能说 牛逼 我刚才说错了 这才是新能力电动车 真正的变革技术 崛起了 国产新能力气车 要崛起了 这位史密斯先生 你已经连续两次被我打脸了 记住 遇到超出自己认知之外的事情 要学会甚远 文俊 你别嚣张 不就是八百三十公里的续航吗 眼睛比我们精神 多出了三百多公里 有什么了不起啊 你充电时间慢 照样没有用 谁说我充电时间慢的 这七十三千万时的电池 怎么能做到七百公里的续航 那三宁新车 八十千万时的电池 也只能做到四百八十公里的续航 虽然它电池的容量 基本上差不多 但是它电池结构还是有所不同 只是雷骏 它没有展开细缩 它有电机技术 所以雷骏真的没有水牛 只要技术达到 就真的能做到七百公里的续航 是的 只不过现在世界上还没有这种技术呢 雷骏不就研究出来了吗 这还是自研技术 这太了不起了 我已经开始期待 雷骏制造新车实验 百公里加速的情况了 电机先进的话 我相信百公里加速绝对不差 你不会想说你充电时间也很快吧 确实如此 节锤了 你充电再快 能快过三宁新车 只需充电八十分钟 就足足能跑四百公里 三宁汽车的充电技术 是世界最先进的 放屁 什么话 就说世界最先进 你们这些外国人 就爱夸大其次 研究出点屁技术 就说最先进 别废话了 赶紧公布你的充电时间吧 我自研的八百幅高压充电中 十五分钟就可以充满五百 充满八百三十公里续航的车 只要三十分钟 什么 十五分钟续航五百公里 操天 这是怎样恐怖的充电能力 没有短板 每颗新车 无论是在充电方面 还是在续航方面 完全没有短板 这是无敌世界 这是自主研发的 我是在做梦吗 你们这些 推崇外国电车技术 又何曾真正关注过大厦 从今天开始 我大厦国产化 自研技术的电动汽车 将全面领身世界 这不可能 你的设计技术 怎么会比外国技术更相应 只是世界上 根本就不可能 有这样的技术 是没有 但我现在研发 哎哟 雷俊 你可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像你这种 整天只会泡夜店 或者只对金鸣的富二代 你怎么可能研究出这样的技术嘛 大家别信啊 这技术肯定是他偷来的 我吧 对 偷 别说大厦 你说全世界 有谁有这样的技术 反正我不相信 是你自己研究的 耍无赖啊 没脑子 就去治病 儿子 这技术正是你研发的 前进门区 我已经向大厦相关部门 申请了专利 很快就会 好 还是好样的 没有跟你丢我丢人 爸 我说过 会实现你的愿望 让大厦新能云车工艺 站在世界之间 雷俊 制造这辆新车 你得研发多少自研技术 不多 也就几百个吧 几百个还不多啊 只要给够我充足的时间和资金 让我研究上千个技术 那也是轻轻送风的 必须几百个自研技术 对我来说很容易 不吹牛能死啊 你知不知道知道一辆汽车 需要多少的技术支持 需要多少的团队配合 你真敢说啊你 我当然清楚 没有我爸的工厂 我自然是造不出这辆车的 但是在技术研发环节 只要我一人足以 雷俊 你别狂妄 迟迟充电和续航技术 还不能引火 电池技术比不上就是 但其他两样技术 绝对比你强 没错 由我们技术提供 三领新车 就是世界最现金的 还敢装逼啊 被我打了两次连海了 我们外国人的领皮 还真是厚啊 我对我自己的技术 很有信心 绝非你这个小丑 就能逼 接下来有请林东先生继续公布新车技术 我会让你说得很惨的 我这辆车的电机性能达到了416马力 可爆发 6601纽米的峰值纽 转速更是可以飙升至16000转每分 在如此强大的电机性能加持下 百公里加速时间 仅为4.6秒 好强 纯电车就有如此强大的性能 燃油车即便是拥有高端的六缸发动机 也只有340马力 百公里4.6秒的精速 这足以匹米超 就算尼克的新车性能再强 还有话超越三年纪 来了来了 在这家技术上 我们肯定输了 就这 说垃圾都是在侮辱这个词 你肯定是穷途末路了 知道自己赢不了 所以说一些大言不惭的话来麻痹自己 你有什么资本在这胡说八道 你制造的车 电机性能要是强过三年新车 我就当场给你跪下道歉 甲先生 你确定给我们的电机技术 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吗 丙先生 咱们作为合作伙伴 一定要互相信任的 这个我当然知道 都怪得已经那个狗东西 在电池技术上超越了我们 丙先生 把你的心放到肚子里 这个技术何其复杂 并不是大虾的汽车工业水平 早出来的 就算这个雷军啊 完全没什么用 有您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我来告诉你 这个大虾的汽车行业科技 弱我们五十年 所以不是他那么拼 当然 贵国的先进技术 那是向往已久呀 那当今世界 等之无愧的引领者 给外国人卑躬去信 林董啊 你不去当汉奸 真是浪费这天赋 你闭嘴 赶紧公布你的电机性能 别是被我的电机性能给吓到了 不敢说了吧 我走 各位 我这辆车使用的 是我自研的超级电机 V6 双电机驱动 性能高达673马力 最高能过发 838牛米的峰值扭矩 最高转速 可至两万一千车每分 百公里加速 为2.78秒 2.78的加速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概念吗 太夸张了 即便是运用八缸发动机的 高端性能车 也只有600马力 你的电车再强 也不可能有八缸发动机的 马力还高吧 就 就像南波晋 这样的超级品车 百公里加速 留在三脑里 就你这样的一个过签动机 竟敢做百公里加速 在2.78秒 是不是疯了 胡言乱语 这简直荒唐 雷军 你真是 鱼蠢至极 什么话都敢说 现在惹了纵怒了吧 受到反射了吧 活该 主持人 我建议将这个胡言乱语的疯子 给逐出现场 他根本就没资格在这待着嘛 就是 跟他呼吸一样的空气 我都觉得恶心 儿子 这枪技术输了不要紧 这毕竟不是咱们的强项 但是无论如何 也不能吹得这么夸张啊 美事 你这次真的玩大吧 吹牛 胡言乱语 那是因为你们见识浅薄 根本就不知道 双电机驱动的新能源车 到底有多厉害 今天 我就让你们长长见识 我的技术 经过五十次测试 做到四点六加速 这个是最高级的线了 史密斯先生说的极限 那就代表着这个时代 无法再突破了 雷军 你输了这回合 是吗 那咱们就好好看看 只有我说的极限 才是真正的极限 你们复为规念的史密斯 在我眼中 只是夜郎自大的景点之蛙 这个数据 这 这 竟然真的做到了 二点七八秒的超跑 这哪是媲美超跑 这简直就是超越超跑啊 公里加速比超跑还要快 太不可思议 我作为一个车评人 说了一辈子车 我都没想到新端技术 竟然有如此的潜力 去哪地方去哪里行 林东 这一回合 你又说了 干联你引以为要的外国技术 确实比不上国产资源技术 不 我不相信 外国技术才是最先进的 雷军 你一定是使用了什么手段 又骗了大家 狡诈的大侠人 你张言法很厉害 但骗不了我 我再强调一下 这个技术 至今没有比我们一家 潜金的 你错了 我刚刚已经向相关部门咨询过 雷军申请的专利全部通过了 其中就包括超级电击技术 小贱人啊 你说咨询就咨询 我看你就是雷军找来的拖 故意再去跟我们演戏呢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了 再敢出言不逊 小心我撕烂的 爸爸 我闺女说的没错 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串通好的 一群无赖 幸好我早有准备 这里是大象专利申请中心 雷军先生申请的数百项专利 已经全部通过 想来大厦耀武扬威 来错地方了吧 高同学 有点东西啊 你怎么研发出来那么多技术 简单啊 就略微想一想的就研发出来了 跟我还不好好说话 吹什么牛啊 不 这位姑娘 雷军有可能是汽车工业中 万中无益的天才 确实三菱汽车使用的技术 已经是当下的极限 而雷军打破了这个极限 更研发出了超前的技术 这附近让我想起了一位 伟大的科学家叫尼古拉 特资啊 他们是一样的天才啊 两位 继续保持你们的骄傲 我还是喜欢你们刚才质疑 嘲讽我的样子 雷先生说笑了 刚才是我们有眼无珠 不识真聋了 新能源气质行业 拥有您就叫金方拥有耶路山冷 乃我大下之心啊 恭喜你啊 拥有了两个小谜定啊 林东 你和雷先生的赌约已经没有悬念了 我劝你赶紧认输 免得自取欺辱 就你使用的那些外国技术 说实话真没必要拿出来嘟脸 星光也敢于耗月中 当真不自量力啊 你们这两个溜须拍马的狗东西 就这么迫不及待的 要当他雷军的狗吗 那我们也是大下的笑天犬 不像你 乐意给这外国人 阿萨巴 你 别高兴得太早 点吃 还有点计 这些都是起初技术 接下来 我们的公布 还是最先进的 能给大下的起车工业 带来扁鸽的离车背技术 没错 接下来这项技术 它是我真正的底牌 我猜到米克新车的加速时间会很短 但是我没有想到后台会这么短 2.78秒啊 太夸张了 这行呢 都跟几百万的跑车相配美了 就是把我那辆保持钱卖了 我估计都买不起啊 确实 作为一辆纯过程车 如果定价过高 消费者肯定不会买账 没有销量 别加再多的先进技术 它也没有用啊 如果在我能力范围之内 我还是想买一辆支持雷俊 为什么 这一次 我不想让雷俊说 他代表着国产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和方向 他赢 大下就赢 老公 这么激动干嘛呀 百公里加速0.78秒很厉害吗 何止是厉害 简直是厉害炸了呀 这车这么好 定价一定很高吧 是啊 我估计得在百万以上了 但这消费者很难接受啊 不过没关系啊 至少这一次车展 我们纯国产车 碾压合资车 为大下争光了呀 越来越多的人 在看车展直播了 稳住节奏 镜头一定要堵给雷俊 动不动 就革命性里程碑技术 真当我吓他 接下来的技术比拼 你可有把握 陈阵 你怎么能回雷俊 他可是我们大厦的 尼古拉 特斯拉 他一定会继续 什么里程碑式的技术 在我看来 不过是故弄玄虚 你就当 是我愚钝了 你们还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影响 总是一群 漂亮消丑 研究这些有什么用 你根本不懂 未来新能源车的发展方向 不就是智能坐舱 和智能驾驶 你怎么知道 林先生不必解放 他知道 就怎么样 我们只能坐舱 和智能驾驶 到了电子科技 人工科技的大城 就算这个大侠人 再厉害 也弄不出来 专家您说的对 这根本就不属于单向技术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能弄出来的嘛 雷俊 听到了吗 新能源车是各项工业 与科技的结局 你所研发的那些技术都太前线了 林尚 别卖关子了 快公布吧 雷俊 你可听好 准备好 别被惊得妙的裤子 三菱新车内拥有一块 17英寸的触控屏幕 完全取代了仪表板上的旋钮和按钮 车内所有的功能都可以在这块触控屏幕上实现 如同使用平板电脑 什么 像车内所有的功能都集中在一块触控屏幕上 这文化未文大 这已经不是对新能源车的核心 而是对汽车工业的重大核心啊 这完全颠覆了传统燃油车 对车内操控的传统习惯呀 投资 我们还可以通过软件的升级来实现更多的功能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为 就要使用智能手机一样 不同的软件有不同的功能 软件越多 它的功能就越多呢 不错 不仅如此 我们还研发了最先进的智能驾驶系统 将会介入地图辅助车主驾驶 并且通过不断的深入研究 逐步实现智能驾驶和无人驾驶 什么无人驾驶 无人驾驶技术概念已经提出了很多年 但现在无一家车型能研发出来 今天又在一辆电动汽车上实现了 不 智能驾驶不同于无人驾驶 内嵌在触控屏幕上的芯片 可以短暂的接替车主驾驶汽车 但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无人驾驶 还有芯片 芯片才是电控技术的核心 这颗芯片拥有强大的算力 可以实现车联网 坐在智能驾舱里 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 人 车 交互 神奇 太神奇了 神奇啊 我怎么也想不到 汽车还可以实现联网 就像当下最火热的智能手机一样 听着林少的禅述 我仿佛打开了新世界 看到了科技与魅力的发展啊 雷军 难道这 你也要说是垃圾吗 哟 还学会抢答了 乖乖认输吧 说实话 你的电池和电机自研技术 真的很不错 但是电控技术 真的没有办法和国外相比 这是整整五十年的科技差距 不要有压力 输得也没关系 是啊 雷先生 你已经为大厦新能源车国产化 提供了一条康装大道 做得够多了 确实 这项技术包含的领域太多 需要很多科技的融合 不是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 你知道就好 但不好意思 我研究出来了 什么 你到现在还嘴呢 电控的集成芯片和系统 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你怎么可能研究得出来 我一个人的确做不到 所以我与大厦第一智能手机厂商合作 他们不仅提供技术 而且还借给我科研团队 一起研发新技术 大厦的厂商 还能会有什么技术 您说的对 大厦的手机厂商啊 全都都是山寨货 哪有什么技术啊 一帮无核之中的联手 能干什么 你要笑死我吗 米科新车的中控 是一块16英寸的触控屏幕 它不仅可以满足 对汽车基础功能的控制 还拥有强大的生态拓展能力 同时活出手机画面 实现手机与汽车的生态融合共享 在智能驾驶方面 米科新车安装了多个激光雷达 搭载两颗芯片 综合算力极高 可以实现城市道路领航辅助 由人工智能接管汽车操控 实现自动驾驶 竟如此神奇的技术 这才是对汽车行业 低伏性的变革呀 这些技术遥遥领先于三菱汽车 我大厦汽车工业 终于要挽到超车 开始崛起了吗 绝对不可能 你的智能坐舱和智能驾驶 怎么可能比我的更先进 史密斯 你不是说你的技术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吗 是啊 你们大厦的科技水平不可能有这么先进的技术 自动驾驶不应该显出在这个时代 我大厦的科技发展也是你能往下定论的 时代已经变了 说得好 火大厦 都将崛起 林尚 新能源车的三大核心技术 你都不容雷军 你还不认输 休想 我还有很多先进技术没有公布 入死谁手 不一定 那我就让你彻底死心 在这种化方面 这辆车具备着语音交互功能 可以直接语音控制车辆的功能 好先进 这不就是科幻评理的场景吗 不敢想象 通过声音控制车辆 这技术也太经验了 同时 它还具备着无人驳车功能 只需要遥控按键 即使车里没有人 它也可以自己找到停车为停车 这有如此神奇的技术 雷军 你研发的这辆车 实现了太多的创新与便可呀 这技术对你司机来说非常友好 除此之外 这辆车还具备着360度全景影像 座椅按摩 电磁吸门 车辆召唤 远程控制 声闻识别等等技术 请问 你拿什么跟我比 我输了 这 牛逼 这辆车刷新了我对新与便汽车的认知 不 是对整个汽车故意的认知 真的 我都不敢想象 这辆车有那么多难以想象的科技 我都不敢想象我开起来会有多爽啊 我那辆保持节就好像原始车呀 我看新与便车有希望了 这是大厦工业的崛起呀 老公 雷俊说的这些技术是真的吗 我怎么听着有种不真实的虚药感啊 好多功能只是在科幻电影里面才有啊 雷俊敢说那必然是真的呀 厉害 看那史与斯灰头土脸的样子太洁气了 我大厦汽车工业起步晚一直不如外国 如今在技术比拼上总算是赢了一回了 老乡 快打开电脑看江城车展直播 别别去 别印象我可以啊 一个小小的车展有什么可看的 就是这小小车展有一辆纯国产电车 用的都是自研技术 非常先进 这些技术甚至可以用到其他类价格的大厦科学的发展 这也这么厉害 每颗新车的中控是一块16英寸的触控屏幕 雷俊这小子真是科研天才呀 电力技术 智能技术 算力芯片等等 对我大厦科研发展来说有着莫大的作用 当车展结束我把这小子加入我们科学院 不 马上飞起 我现在就赶往江城车展现场 按照约定你三菱车企将退出星夜资本的投资竞选 不用你废话 我会旅行赌约 林莎 恭喜林莎 没有星夜资本的投资 三菱怎么发展壮大 我还怎么当老板娘 你个臭婊子 还想嫁给我 就你也配 我不过就是利用你和你爹高垮米壳 现在计划失败了 留着你们有什么用 你不能这样对我们啊 为了帮助你 我连我亲大哥都害 你怎么能这样 不是你自己的选择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再说 你们两个废 林莎有这么多的自研技术都不告诉我 还想让我养着你们 不是的 我们在的时候 林莎绝对不是这样 林莎是能写作派你 是你毁了我们 明明是你们贪图富贵 甚至连自己的亲大哥都陷害 这一切都是你们旧有志气 大哥 我错了 你再原谅我一次好不好 我以后绝对你忠心耿耿 你得 完了 这一辈子 都不想再回来 林莎国 你好狠的心啊 我可是你血流血水的亲弟弟 你怎么能知情当初陷害我的时候 怎么没有想起我温室送你 现在 想起人都改清白了 好 你 还有你们 全都是卑鄙小人 今天这笔账 我记下了 来日 毕竟百倍奉还 雅婷 我们走 慢着啊 雅婷 您还没有履行承诺 想走啊 臭丫子 别逼人太甚 我这个人呢 向来是有仇就报 用不用我帮帮您 谢谢 儿子 是你拯救了米克 然后在有生之年 看到了大厦新能源车的崛起 我死而不寒 爸 养好身体 继续看下去 未来将进入万物互联时代 新能源车将成为 移动互联的空间载体 甚至在车上 都可以控制家里电器的功能 做到人 车 家 全身材 移动互联空间 真是些令人充满遐想的资源 好 我们有机会 只要我们得到新业的投资 我们米克将它继续下去 谁说我会投资你们米克 赵总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当初我跟林东打赌 你也在现场 现在想讨论啊 那只是你跟林东的比约 赵总 是我输了 三菱设计的新能源车 确实不如米克 无所谓 我还是选择三米 为什么 赵总 新能源车刚刚起步 需要大量资金 我们需要您的投资 要不然我们很简单地维持下去 我承认 米克新车有很多的创新科技 那只能算是一辆概念车 根本不可能量产 制造成本太高了 想要挣钱就得定价高 高定价就没有市场 试问有谁划上百万 去买一辆纯国产的电路车 可是你不要跟我讲爱国情怀 我是个商人 只看利益 对 米克的新车再厉害 但成本太高 大价有几个人会买的 林总啊 百亿投资 马上到位 以后就看你的了 放心 赵总 我有信心 新车上市之后 一定能卖爆 您的利润至少能翻好几个 好 雷俊 没有想到吧 就算你赢了又如何 还是拿不到投资 没有投资 米克就等着破产吧 你的自研技术 就算再先进有什么用 最后的赢家 是我 既然星业资本不想投资 那我再找别的投资 雷俊 你的这些技术 不过是空中楼阁 完全脱离实际市场 没有资本投资你的 或许 这就是我们米克的命吧 错了 米克车企 才是汽车工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会投资米克 资金不做上限 雷俊要多少 我就给多少 大放绝齿 现在什么阿猫阿狗 都能做投资了 像你这种背信弃义 有眼无珠的人都可以 我为什么不想 放手 竟敢对赵总不进 你个臭婊子 活腻会 老人 小女娃 年纪不大 口气不小 既然你说要投资米克 而且不做上限 我倒要看看 你有什么资本 若是你在细傻欺骗我 我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 老同学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真的没必要吹牛 目前米克的危机 没有百亿资金是解决不了的 吹牛 你太小小伙 百亿资金在我眼里 不值一提 我来个去 这口气比我还大呢 赵耀天 太高看自己了 以你的身份和地位 还没资格让我死 臭娘们 装逼装上瘾了是吧 装死啊 老板 住口 你就是高耀资本的掌舵人 舒婉儿 你还有点见识 高耀资本 就是那个号称大厦 最大投资机构的高耀资本 高耀资本市值千亿 有了这笔投资 米克车起就能盘活了 这辆承载着未来的新农业车 就能上市了 米克有救的 大厦国载新农业车 优秀了 天不亡我米克车起啊 薯婉儿 你身藏无漏啊 你确定要投资我 那当然了 我此行的目的 就是来考察米克的 如今 我很满意 自然要赌资 好 好眼光啊 看人真传 书婉儿 你当真要入举新人员车 与我新一资本 打泪吗 打泪 不好意思 根本没把你放在眼 作为投资人 你投资米克 是愚蠢的 你会为这个决定后悔 苏小姐 我劝你 还是投资我们 三名车起 这样我们能 合作共鸣 投资雷军 辟子无疑 是吗 没错 你投资米克 那是高风险 我这个人 就是喜欢挑战 风险越高 我越喜欢 执迷不 有你付的时候 那我们看看 在这新能源 车数的车道 到底谁 才是真正的赢家 车道 放心 我们必赢 虽然性能和配置 比不过米克 但是 我们的售价比 最后环节 公布新车售价 林少 还是您先来 我们的新车 对标国外 豪华筒 在性能和配置 拉满的情况下 售价仅在 50到60万之间 三位老师 这个价格是否合理 合理 这辆新车 在外观 性能和配置方面 已经媲美高端车辆 还有很多 高科技作用卖 不仅是一辆 优秀的电动汽车 更是一辆 性能出动的汽车 如果想感受 电动汽车 给你带来的科技的 这个定位 你算贵 你拿什么 给我抢是吧 米克新车售价 至少也要在 百万以上 这价格方面 确实没精彩力 要想打价格战 又不亏钱 只能降低配置 从而降低成本 才能把价格控制下来 说话呀 是不是 被我的定价 给吓到 吓得你都不敢说出 你米克汽车的定价了 我是真没想到啊 就你这破烂配置 竟然卖这么贵 什么 贵 你说我的定价贵 五十万不贵吗 就你这破车 我觉得连二十万都不值 卖这么贵 你抢钱啊 狗东西 你到底懂不懂市场 我这辆车配置 成本肉眼可见的高 定价在五十到六十万之间 已经是很良心了 林俊 林少说的没错 这辆车的定价 已经很良心了 要知道外国车企 知道的新能源车 还没有这台车的配置高 都已经卖到八十万 这就是新能源汽车市场的行情 市场是如此 那我就颠覆市场 口出狂言 你还是赶紧公布一下 你新车的售价吧 好让消费者们死心 各位 我们米合新车的定义 是年轻人的第一台车 让大家都买得起 主打性价底 用大家都能接受的价格 享受百万跑车的性能 可笑 还年轻人都买得起啊 就你的性能和配置 试问 哪一个年轻人能买得起 就算性价比再高 还能把价格压到 和三菱新车一样的水平 你和新车就算定价再低 也要再百万以上 要不然没有利润 对 你任何投资的人 连基本的市场都不走啊 雷俊 你大胆地说 本身汽车市场就是分级的 我们从高端做起 又合法 我们这辆车的定价是 三十万 三十万 怎么样 这个定价 是不是掉爆了 卖三十万 你可真是个蠢蠢 你为了赢我 居然在这里欺骗大家 你要是敢卖三十万 我把脑袋拧下来 给你打一壶地 雷俊 不要开玩笑 这种颠覆整个汽车工业的车 怎么能只卖三十万 是啊 这次江城车展 可是现场直播 你这么说 这不是等于在欺骗消费者吗 你不要胡闹 好好说 定价设计很多问题的 不要乱讲 是我没说清楚 还是各位没有听明白 我再强调一次 新车售价 只要三十万起 不要一百万 不要五十万 只需三十万 便可开回家 你疯了 只卖三十万 那我得赔死 你这是在玩火 你把下方卖这么近 我的车卖不出去 你的车卖出去 那也会赔钱呀 谁要跟你两败俱伤了 这辆车的成本 我已经控制下来了 虽然说定价三十万 确实不挣钱 但是为了打开市场 我愿意让出利润 这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把成本降下来 这辆车所有的技术 都是我自主研发 制造汽车所需的供应链 全部来自于大厦 没用过外国一颗奴斯丁 怎么就降过下来了 难以置信 这车出货要真买三十万 那绝对会引爆市场啊 作为对标车 性能和配置 都不如米克新车 三菱新车 还要卖五十万 这谁去买呀 连进这一波 要麻了 我靠 我没听错吧 米克新车 价值百万的配置和性能 居然只卖三十万 疯狂 真的是太疯狂了 真的 我当时听三菱新车 卖五十万的时候 我都不敢想象 米克新车的定价是多少 我本来宣传的心已经死了 但是我听到三十万的时候 我的心就活了 这车必满 明天我就要卖掉我的报时仙 等着换米克新车 说真的 只花三十万 就能买到一台 百公里加速 只有二点七八秒的性能车 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啊 我都已经开始宠卖到了 以一技之力 颠覆了整个新的原市场 太牛逼了 雷俊牛逼啊 这将是大厦未来的希望 大厦的工业 必将追求 对 必将追求 雷俊真牛啊 这么高端的车 竟然只卖三十万 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 也能享受一下 开跑车的感觉了呀 老公 你准备买吗 那必须买呀 花三十万就能买一辆 新年载百万水平以上的车 这就没有不买的理由啊 老婆 你不会不同意吧 怎么会 换做以前啊 我肯定让你买进口车 但是现在国产汽车崛起了呀 米壳这辆新车 值得我们购买 行 等米壳新车一上市 我们就去订车 好 米壳 你这是在扰乱市场 扰乱市场 你错了 我是要重新定义市场 这么多年 汽车市场被外国车霸占 我就是要一点一点 把它抢回来 我要告诉世界 我们国产车 并不比外国车差 你这是怕我 我绝路上不要 你的死活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当初用卑鄙的手段 要搞垮米壳 可曾想过自己会有今天 完了 插完了 我才能 几百年的记忆 就这么没了 就在我手上就没了 废物 站起来 老子给你偷了一百个亿 让我亏钱 我弄死你 赵雕天 看来你眼光不怎么样吗 百亿资产 大水漂 朱尔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 大下人 都不傻 你们国产车 只会堆配置 就算你们米克新车 那定价便宜 有谁信任国产技术 大部分的消费者 还是信任核资车 信任外国的技术 好啊 那我们就等新车上市 看看谁卖的好了 哈总 您说的有理 我们还有优势 我们还有国外的技术 消费者 肯定更信任我们 对 雷军 把你的专利技术 送给我 我会买 什么意思啊 你这是要买雷军的技术 有什么问题 在商业上 能征迁的技术 就是好技术 不分国家 林东 你所仰仗的史密斯 现在要反过来 买我们大厦的技术了 不是 你这不就是 等于你承认 你的技术 不如雷军的自然技术强了吗 确实他们的技术更现金 我们落后了 你 好 绕来绕去 原来我才是小丑 现在 连于米克抗衡的优势 都没了 少总 我们真的晚了 还假吧 你被国外的扯气看中 你就该感到荣幸 我不卖 卖 我愿意出十个亿 你还不卖 我告诉你 你别因为刚才的冲突 就浪费这么好的机会 没事 不要一起用事 这是一次巨大的商业机会 小姐说的 没错 这个就是 专理非 每一年会带个米克 不少十亿的利润 别说十亿 就算是百亿 我也不卖 这是我大厦的科研技术 怎么可能给你们问 儿子 好样的 作为大厦人 就不能做出 损害大厦利益的事 混蛋 你要想清楚 你如果不投意卖 我就会把所有 所有的资源 就来封杀你 我要米克 绝不为奸 被逼不起 有本事就功力尽大了 这家搞下三岸 算什么本事 呵呵 懦弱的大厦人 有什么资格 和我和你们公平竞争 这小的国家 就被欺负 我后 小孩子 这个道理 你懂不懂 何人在大厦 熏华呀 何人在大厦 熏华呀 大厦竟然欺负大厦人了 你好大的胆子 嚣张跋扈 这以为我们还是百年以前被你们欺负的国家吗 你们是什么东西 跟我搅消 不知道我是大厦的 请归客吗 放肆 就你也配成嘉宾吗 哎 我怎么看这两位有点眼熟呢 哦 我想起来了 他们是夏天祥和李安平 一位是科学院认识 一位是大厦司令 什么 江城车产 把这二位都给惊动了 夏元寺 李司令 今天能在这儿见到二老 是彼人的荣幸啊 我们再不来 这外国人 就骑到我们大厦人头上 拉屎了 就是 我们这次来 是要拜见一位青年才俊 可是没想到 首先看到的是这个老外 在这里大放厥词 你们作为大厦之子 不能由他 欺负人呢 当然不是 那个二老怕是有所误会的 这位是我们请来的 外国的技术专家 刚才啊 只是针对商业对手 何老 在这现场能称得上青年才俊的 只有山林车企的年轻的老板 林老板 林东 还不拜见 落落得到二老的青睐 所以让你在大厦 平步青云啊 晚辈林东 见过夏元寺 李司令 小伙子啊 你也算是有为青年了 不过我们这次前来 目标 可不是你 夏元寺说笑了 这现场还有年轻人 比我更优秀嘛 老乡 别拐弯目标 我们这部来找 是来找雷军的 就是雷军 这个废物 何的何能 能得到您二老的青睐 二老 你们是不是搞错的 只有雷军这晚处 也值得你们二老亲自来一趟 当然 雷军奠定了大厦新能源车工业的发展基础 他是大厦当之无愧的科研天才 赵雅天 如意算盘打错了吧 你挑选的林东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商人 怎么会得到大厦官方的关注呢 倒是我选的雷军 总是给人惊喜 雷军 这么优秀干什么 看把赵总系的 你说他眼光怎么这么不好 朱玉在前抓了块石头 怪我 没有得到赵总的认识了 说明我还是不够优秀嘛 不可能 您二老一定是被蒙地了 他雷军不就是造了个电动汽车吗 那怎么可能是科研天才呢 是啊 二老 你们是不是误会了 老夫还没有到老眼婚 发的程度 在你们的眼中 这只是一辆高级一点的电动汽车 可在我的眼中 它是未来工业的结晶 是民族皇冠 对大厦来说 是无穷无尽的技术宝藏 不会是大厦的尼普拉特斯王 居然得到大厦科学院的认可 足以可见雷军的这些科研成果 有巨大的价值 这小子竟然抢我台词 赵总 真是我们真失败了 都是你这个没用的废 我正是瞎着眼了 把白衣投资送给了你 向院士 感谢您的认可 这对我来说 是莫大的荣誉 我还可以给你更大的荣誉 你再见 我现在以大厦科学院院长的身份 正式邀请你加入科学院 你何愿意 什么 向院士 你是不是搞错了 这大厦科学院 是全国最高的研究机构 你什么阿猫狗都往这招呀 老夫行事还要向你解释吗 住嘴 什么东西 你敢自以下院士 你真是没用的废 但凡这是在车掌上 你赢了资源 哪还有雷军的事 我也想赢 我已经无聊 自助者天助市 这破天的富贵 终于轮到雷军了 破格被选入科学院 这乃是天大的殊荣啊 光宗耀祖啊 儿子 你是咱们雷家的骄傲 还等什么呢 赶快答应啊 抱歉 校院士 我拒绝 什么 雷军 你可想好了 一旦拒绝 在下加入 可就难了 糊涂啊 这是千载难复的机会 你怎么能拒绝 别开玩笑 你知道加入科学院意味着什么 校院士 首先感谢您的认可 但确实我不感兴趣 我想在自己擅长的领域 一直走下去 算了 既然你不愿意 不勉强你 你放心大胆地做你的事吧 记住 一切幻动派都是纸牢 若是有人 胆敢阻挠你 用各种手段加害你 我夏天祥 第一个不答应 还有我 来人 把这个外国人 给我诛出大象 不能让他再次踏进 我大象境内半目 不 你们不能讲对我 林东 我是你的技术的支持 你不能不管我 你们这些大侠人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 但是我的足够的精裁吧 大友 太解气了 外国专家又怎样 不还是要求着雷俊 没我们大侠的自言技术 夏友 老夫还有个不情之情 他把你能答应 夏老 您说 老夫对你运用在 这辆车上的技术 很好奇 可否将技术的内核 让我也研究研究 我可以出资购买 夏老 您太客气了 完全没这个必要 混账 你这是什么意思 是没过效力的机会 你难道要言许许 雷俊 你有点过分了 夏老刚刚那么帮助你 你就这么回报他 算了 我的要求也确实过分了 难没效应了 夏老 你误会了 我是说购买没必要 因为我决定 将这些技术 在我大厦开源共享 什么 你要将这些技术 开源共享 那也就是说 我们整个大厦 所有车企 都能运用 是的 你是不是疯了 你将所有技术 开源共享 那我们米克车企的优势在哪 我们还怎么跟其他车企竞争 是啊 儿子 你可不能做这种糊涂事 离谱 你太离谱了 雷俊 我劝你还是考虑一下 您这哪是商业手段 您这就是在做慈善呀 夏友 你为什么这么做 这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啊 我大厦 新农云车工业 刚刚起步 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单凭米克一家车企 想要复兴 实在太难了 并且 一家独大 是不好 不正确的 我想要的是百家证明 我泱泱大厦 人才积极 只要大家共同努力 还能让大厦 新农云车工业 真正崛起 北京夏友 小小年纪 竟有如此静静和胸怀 老夫 没想到啊 你这个顽固 还有如此的爱国情怀 说得好 技术共详 百家证明 振兴大下 这四字铿锵 巨巨振奋 直击灵魂啊 先生大义呀 先生大义 先生大义呀 先生大义 小友 请接受老夫一败 师傅长 师傅长 超总 我们有救了 雷军共享电动车技术 我们也可以有 对呀 你看这个废物 人还挺好嘞 不能再叫废物了 雷总 对对对 我们以后 再揉揉了雷总 就没好果子吃了 你们两个重夭媚味的东西 想用我的技术 没门 雷军 雷总 你不能这样 我们也是大下人 为什么不能用你们的技术 谁都能用 就你们不行 少女士 就是因为你们 我爸才跳楼自杀 如果不是穿业回来 又怎么救得了火把 你也别消长 有技术怎么了 不用就不用 没了你们米可的技术 我就不信 三菱办不下去 臭总 真办不下去了 没有她的技术 别说您的一百亿 就是再来一百亿 那也得破产 都是你这个废物 老子给你投了百个亿 你必须把三菱 做大做强 谁让你自己没眼光 你不投资雷军 投资我 你还说 你别人来 来 雷军小友 我也该离开了 有什么事 尽快找我 谢谢老 梅隽 现在得给我这个投资人 一个交代了吧 我给你投资了几百亿 你把所有资源 开源共享 我们怎么挣钱 把目光 放长远一点 就算我不开源共享 随着时代的发展 众多的车企和科技公司 都会研发出这样的技术 我现在开源共享 也就是加速了新能源市场的发展罢了 我要的是结果 投资是为了赚钱 不是为了做慈善 我知道 你投资的是我这个人 不是这些技术 未来我可以研发出更多的新技术 而且如果米克未来制造车 这一屋线太简单了 你还想做什么 新能源车的闭环 供应链 只要我们做到供应链 全大项 甚至全世界的车厂 只要造新能源车 都得从我们这儿购买设备 这到时候不比卖车赚钱 有道理了 没想到你还挺有商业头脑的 不过我现在最关心的是 新车什么手上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买一辆新车开开了 是 我也想买一点 还有我 就像当年乔布斯 推出随国手机 颠覆手机行业一样 您的新车 也一定会颠覆新车行业 我还得来一辆 这次说什么都得支持国战车 就这 性能和品质太诱人了 是吗 大家招呼到 我们将推出一种新的购买方式 大家可以提前预定 我们会根据预定的顺序 优先配车 否则 我们车厂的产能有限 预定晚 可能提车就要等起来 我预定一辆 我也要预定一辆 我要预定一辆 我现在 我现在 我要买 我要买一个 我要买一个 没了 我要买一个 我要买一个 苏总 最新消息 米国宣布 对米壳进行制裁打击 限制米壳 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 什么 这么快 米壳才刚刚起步 这无疑是对米壳 毁灭性的打击啊 这完了完了 没想到制裁来的这么凶 这些家庭业务 该怎么展开 这该死的外国人 一点喘息的机会都不给我们 看我们大厦汽车公约即将崛起 就搞这一套 非必无事 没有 米国对米壳的封锁 这有影响 但影响不大 只要我们放弃 在米国的市场就好了 他如果想在科技上 卡我的脖子 绝对不可行 我使用的 全部都是自研技术 还是可以冲破 米国的封锁的 太好了 真想看看米国狗急跳墙的样子 恐怕他们也没能想到 我们这么快就都冲破封锁吧 米壳想要欲破重生 必须粉碎 米国的阴谋诡计 我要让那些 等着看笑话的人看看 我大厦 新能源工业崛起 已经是势不可当 你要怎么做 爸 这辆新车所有的技术 都在这个U盘里 你利用高耀资本投资的钱 组建工厂 设立研发中心 进行量产 按照消费者的预定顺序 进行交付 那你呢 接下来 我要投入新车的研发当中 半年后的国际车展 我要带着新车量产 雷俊这个提前预购车的方法真好 哪怕产能不足 也能把提前卖车的资金收拢回流 保障米克的充足流动资金 更何况 还能增加消费者的期许 你预定了吗 当然了 米克已经宣布 我的车已经进入制造阶段 我锁单了 我也预定了 我现在太期待这辆车了 现在我的内科保释鞋 我看都不想看一眼 完全就是原始产物啊 还是这车好 当然了 好 知道了 定了吗 预定完了呀 两个月之后就能交付 真是太期待了 这车开出去啊 绝对有面子 以前觉得开国产车溜脸 现在开国产车很骄傲 时代变了 我们大厦汽车的工业 真的是崛起了 林总 咱们斯拉尼新车销售惨淡 这一周都没有卖出去十辆 搞活动 降价卖 那也卖不出去啊 就算降到和米克新车一样的价格 也没有人买 可恶 都怪那么雷运 要不是因为它 咱们研究的新车 怎么会卖不出去 林总 说实话 米克新车确实比我们先进 咱们公司好多员工 都已经预定了一辆 想要体验一下 准对不行 通告全公司 谁敢买竞争对手的车 我炒他鱿鱼 喂 是米克公司 关门客户吗 我就想问一下 我新买的车什么时候能交付 好好好 是米克先生 米国 针对米克77的 封锁引擎展开 但目前来看 效果不怎么样 为什么 难道没有我们米国的供应链 雷迅 还能继续生产 他的新能源车 是的 米克用的所有的汽车零件 全都是打下的 什么 米国的供应链 只猜不了米克 那就 从芯片开始 制裁 提供芯片的厂商 好的 我去深信一下 李军 威胁到米国的利益 米克 存活不下去 大夏 官方保不住你 上面表示 让我们不懈一切代价 研制出 更先进的新年元车 好 那我会准备一辆车 重返大夏 强占他们的市场 只要我们新能和配置 超越米克的行车 到时候那些愚蠢的大夏人 就会买我们的进口车 他们的骨子里 就重样没完 苏总啊 今天报 米克新车开启预定一周 高定已经突破十万辆 创下来 汽车销售的记录啊 好 雷伯父 接下来就辛苦你们了 争取时间 提高产能 尽快的速度 将一辆辆新车 送到消费者手中 苏总你放心 工程二十四小时无休 全力提升产能 好 米克新车 为大夏纯国船新能源车 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是啊 苏总 不好了 米国对我们加大制裁力度 开始限制芯片供给了 什么 什么 芯片是车机交互的核心 没有芯片我们一辆新车也造不出来 雷伯父 我们现在储存的芯片还有多少 只有二十万左右 不够啊 远远不够啊 以目前新车的销售情况来看 很快就会突破二十万辆的 可我还是被外国人卡住了脖子 有没有解决办法 其他技术倒是还可以 芯片确实没有办法 大夏在这方面的技术储备不足 其步亦特别稳 并且芯片制造是一个技术密集型产业 非常复杂 哎 李俊呢 啊 来苏总办公室 这帮混蛋 太卑鄙了 难道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放心 有我在 一些困难都是只老虎 既然米国掐我脖子 限制芯片供给 那我就自己研发芯片 什么 自研芯片 你确定 这可是一个非常庞大繁复的工程啊 我知道 所以我们需要组建庞大的科研队伍 投入海量的资金 这个过程 很漫长 可能是十年 二十年 但这是我大夏 摆脱外国制裁的必经之路 是大国崛起的必经之路 好 我全力支持 不管投入多少钱 我们一定要制造出属于自己的光刻机和芯片 不再受限于人 这个年代芯片的发展还没那么高端 加速国产芯片研发速度 对于车机系统来说 够勇吧 接下来就要加速国产自研芯片的发展了 有了这台U8 国际车展 绝对横扫一切 我倒要看看 你们这帮外国人 怎么制裁我们大夏工艺发展 雷隽 我听说这次国际车展可是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 而且我听说 美国车企研发的新车 号称世界最强电动SUV的 是吗 那还真是巧了 我研发的新车同样是地表最强 那你有信心赢得过美国车企吗 当然 我制造的这辆车 不论是性能还是配置 都是世界最先进的 大眼不参 愚蠢的大夏 你竟然还敢来参加国际车展 这次我定让你大夏颜面草地 史密斯 上次被我打脸没打够啊 还敢来挑衅我大夏 挑衅 你大夏还没这个资格 在国际车展上 就是汽车 两项 你想要跟我们的相比 就是垃圾 你错了 我研发的新车将会是本次国际车展 最耀眼的存在 可笑 你以为你自己参加的是萧的车展那种吗 在国际上 没有人想要关注你们 打虾的汽车 那咱们就走着瞧 为什么车展都没有人 难道他们都对我们什么什么车 都不感兴趣了吗 不是的 人都聚在了大夏的展台 尤其是迷克车企那边 围满了人 什么 据说迷克车企推出了一个新款车 比上次将程车 这样推出了还要陷阱 再陷阱也绝对比不过我们的新车 产品介绍环节 马上开始了 等我们的配置和性能曝光后 这些消费者 都会回来围观我们的车 我们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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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霸氣了些 本次說要請他參加這次車展 萬了沒想到大廈的車企展台 能被這麼多外國人擁有 尤其是這米克車企展呢 這全都是外國人 是啊 真讓人自豪啊 此番景象 國產新能源汽車 巨像話了 看到這些外國人 站在我大廈展台前 自行自行 猶如大堂盛世 你現在眼前啊 從事汽車行業這麼多年 還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景象 以前是國產車 被合資車牽著鼻子走 現在反過來 外國人跟著國產車起學習 三十年合同 三十年核心 打下汽車 被全世界圍棍 還真是以前 想都不敢想啊 我迫切想知道 米克新款SUV的性能和配置 我相信雷俊 絕對能震驚世界 走 咱們看看去 你好 你好 請問您如何看待本次車展 大廈展出的車 厲害 賽斯之前 我認為大廈技術比較落後的 但情言所見 非常震撼 這就是汽車工業的未來 那您會買一輛大廈的新能源車嗎 一定買 我是一家車企的工程師 大廈的新能源汽車 有很多地方 值得我們去學習 參加這次車展 我最大的獲獲就是 看到了大廈的新能源汽車 謝謝 這次的車 相比以前的國產汽車 我非常喜歡 無論是外觀 還是內飾 還是性能 我感覺相比以前 都有很大的提升 我最喜歡這輛車的 空間是比較大 這個座椅坐起來 也是非常的舒適 空間 還有舒適度 對 就這輛車 您覺得在售價在多少一個區間 您可以接受 四十萬到五十萬之內吧 五十萬左右吧 五十萬左右 對 感謝 好 風水輪流轉 這個場景真讓人淚目啊 想當年我們也是這樣 看著國外的高科技 現在 攻守一行啊 看得我熱淚盈眶 國產當自強 趕交日月 換新天 想當初 劉將軍被攔在外面看外國航母 那羨慕的眼神 歷歷在目讓人心疼 如今 外國人來學習我們的科技 這一刻終於來了 崛起上市 如你所願 接下來有請技術專家 Schmitz 介紹公司 起下新車 謝謝 今天呢 一款純電的大型SUV 這將是全世界最先進的SUV 不管是性能 配件 投資技術 都是世界最強 高級車也得真太小 你見過什麼市面嗎 什麼破車呀 就敢說 最強啊 金威 你怕是對最強兩個字 有酷錢嗎 李軍 你囂張什麼 當我說出這輛車的性能和配置 絕對嚇死你 我就是嚇大了 李軍 你確定能贏的群組嗎 這可是國際車站 這麼多國外的人看著 要是比別貨可就動贏了 放心 我會讓他知道 什麼才是真正的地表最強 S 加油 我支持你 幹掉這個樣子 讓大夏新年騎車 在國際車站上 揚名吐氣 大夏的衣服啊 特斯拉 我崇拜你 就向西方崇拜耶路撒拉 你一定要跟我們大夏 幹活進啊 主委 聽我說 我想請你們做個堅持 你可該給我堵一車 你想怎麼堵 所以今天我們去比較我們倆的車 如果我的新車 性能配置和金屬超過你的新車 那你給我跪下當眾道歉 承認大夏的新能源車是垃圾 如果我輸了 我就跪下承認大夏的新能源車 領先世界 雷軍 不要和他堵 這外國人心眼太壞 若是輸了 丟臉的就是大夏啊 是啊 個人面子是小 國家的面子絕對不能丟的 相信我 這個組員 我接了 順中啊 這不大人的玩意 明顯是在坑害你 不要意氣用事 你知道後果是什麼嗎 給大夏堵人的話 我們就是罪人 而且 米克車企的口碑和形象就全毀了 放心 我大夏新能源車工業技術 必將領先世界 何止這個行業啊 我國各行各業 都在創新 都在超越 諸位 記住我的話 未來我大夏不是崛起 而是復興 復興 你們大夏數百年來人人在各 現在各國的博物館裡 還放著我們勝利的證據 就大夏這種熱小的國家 可來復興一生 只著眼於百年 只能說明你見識潛伯 我大夏 有幾千年的文化歷史 曾經多次站在世界巔峰 萬國來朝 隨著我大夏未來復興 那些國家 會將文物都還給我們 王小 今天我就要將你猜猜招架 證明你們大夏 永遠是個多好專屬的國家 米軍 一定要贏 一定要為國爭國 你現在不僅代表自己 代表米克 你更代表的是大夏 當今時代 無人能騎我大夏 也無人能惹我大夏 我們公司最新研製的這輛 春典SUV 外觀的風租系數 我們做到零點二次 點池方面 續航歷程七百公里 快充只是一個小時 就這 我還以為有多了不起呢 就這破技術 還沒雷俊之前制造那輛車先進 就是 還沒雷俊上一輛車的技術先進 哎 你憑什麼在這條武藍維啊 還敢和雷俊打走 固執死活 你們兩個小丑 在這裡叫什麼技 如果這輛新車 只有這輛技術 我會拿出來宣傳嗎 接下來 才是這輛電動車 最核心的技術 這輛新車 採用三電機驅動 總馬力可達七八五馬力 可爆發超過 一千六mm的風峡扭矩 在二點四輪車中的情況下 百公里加速 能做到四點六秒 什麼 四點六秒 七百八十五匹馬力 百公里加速四點六秒 我從來沒有在SUV車型上 見到如此恐怖的性能 根據性能表現 即使在SUV領域 也能傲視尋求 就算跟超級跑車相比 也毫不屑子來了 這不可能啊 不僅如此 在機能駕駛和機能坐艙 我們加入了補助導航功能 可以實現封閉道路 全自動操作 完全不需要 車主接管車輛 這是我們最好的中單型車 SUV 這樣的高技能 又有許多新科技的車 絕對會引起消費者的瘋狂嘴碰 大香拿什麼給我們比 預想什麼 自動補車 360度 全接音效 我們還有其他的 可選邊架功能 電動錫 語音識別控制系統等等技術 都是我這輛新車的標配了 如此豪華的配置 的確做到了遙遙領先 好車啊 縱觀整個SUV汽車市場 這絕對是扛領之作 更是引領豪華SUV的創新之作呀 雷軍 你怎麼不說話呢 你沒聽這些 打下人的態度嗎 他們都被 折服了 雷軍 如果你沒有信心的話 我可以想辦法 終止這場賭約的 終止 不需要 沒必要給這個外國人留面子 自動小丑 在我眼中還沒有威脅 加油 過年了 一定要跟我們打下 爭口氣啊 不見棺材不落雷 還敢大言不慘 你知道新車的性能和配置吧 三次決戰 就丟盡大家的臉面和尊嚴 我米克製造了這輛大停來CUV 是地表最強 這輛車 將重新定義 智能汽車的概念 地表最強 重新定義智能汽車 吹什麼牛啊 打下這麼嘍吼 你有什麼資格說這種話 這輛車採用的是 油電混動技術 綜合續航 超過一千公里 充電 只要半小時 油箱容積 為七十五升 我當是什麼新奇技術 原來是優電混動 這技術上個世紀就有了 有何用好是兩回事兒 在性能上 它配置了四電機驅動 馬力可達一千一百九十七匹 可爆發出一千兩百牛米的峰值扭矩 在車重三點五噸的情況下 百公里加速可達三點六秒 這這怎麼可能 這完全超過的我們的新車 真的太快了 蒼天哪 這是什麼概念 三點五噸的車重百公里加速僅用三點六秒 難以置信 四電機驅動 比史密斯的還多了一個電機 而且還是有點混購 這性能也太強了吧 當然了 這輛車 價格肯定是不便宜的 它的價格呢 是在一千萬以內 最豪華的車 接下來呢 我宣布 全世界獨一無二 最先進的革新行業新技術 來了 雷俊從來不會讓人失望 它胸有長足 一定是研發出了領先世界的新科技 不愧是科研天才 研發新技術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首先 是核心汽車行業驅動的一四方系統 以分布式的四電機為核心 四輪扭矩 獨立適量控制 具備感應速度快 識別精度高的特點 可以在任何複雜地形如履平地 並且正是居於這樣的技術 這輛車可以做到原地掉頭動作 原地掉頭 這怎麼可能 神奇 這一四方系統 完全是革新性的技術啊 沒想到 在我有生之年 也能看到這兩新奇的技術 這輛車還具備著應急浮水功能 可以浮水三十分鐘 並且可以進行正常的行駛 以及方向控制 難道這就是穿梭中的水落兩溪功能 Oh my god 這也太強大了吧 又一向黑客氣 全世界獨一無二 獨一無二 就像雷俊所說 這是地表 最強SUV 沒有質疑 沒有質疑啊 雷俊 怎麼樣 這輛車的配置和性能能贏你嗎 如果不能 我還有 什麼 你還有 沒錯 這輛車還有紅外夜視功能 極大提升車主夜晚行駛的安全性 還有衛星通訊功能 在沒有信號的地區 你可以用衛星通訊聯繫外界救援 還有車載無人機功能 不僅可以用無人機娛樂 還能實現探路檢測的功能 做到路空協作 夠了 我已經輸了 說得心不可苦 那你還不履行走訊 我承認 大廈的新能源車 零線實際 不 是夭夭零線 就這輛新車 讓我真正看到了 大廈汽車工業的崛起 是汽車行業的天花板 不用未來 現在已經可以 引領世界 汽車工業的發展了 我們贏了 我們贏了 大廈贏了 這一刻 我們大廈的汽車工業 明揚天下 雷智 你是米克的英雄 也是大廈的英雄 雷智先生 恭喜您贏下賭約 請問您還有什麼想說的嗎 歷史在這次車展上又重演了一回 三十年前我們技術落後 所以我們抱著朝拜的心態去國外學習 因為只有他們的汽車做得好 這麼多年我都在想啊 咱們大廈什麼時候才能造出這樣的汽車來 把外國的經銷商和媒體都請回來看看咱們造的車 為此咱們一代代人付出了無數的努力 我爸就是其中之一 我曾經問過我爸 為什麼咱們把汽車工業看得如此之重啊 他告訴我 汽車行業是一個國家經濟體系 除了房地產第二大產業 每一個工業大國都想成為汽車的產業列 如今我大廈做到了 很多年前咱們把國外車騎落後淘汰的技術當寶貝 如今國外同行拿咱們的車抄作業 不只是汽車行業 咱們國內其他行業也都在崛起 咱們打下終將迎來偉大的復興 好 當今的大象不再是百年前的大象 無貝 鄧自強 好 好 好